KEMA這次全新升級的影片編輯器 真的把影片剪輯變得更簡單啦 你不用去學複雜的剪輯軟體 不用懂動畫 也能夠在KEMA裡面做出專業級的影片啦 這期影片會帶你快速的學會 KEMA全新升級的影片編輯器2.0 Hello,我是Greyson 這頻道主要分享給你YouTube頻道員 以及介紹給你一些實用的工具 像是KEMA 我每週都會分享三部影片 誰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現在我就打開KEMA了 那如果說你現在還沒KEMA賬戶 你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開始使用KEMA 它是能夠讓你去免費使用的 而且這個鏈接呢 是能夠讓你去免費的 試用30天KEMA的付費版本 Pro版本的 它會解鎖更多KEMA的高級功能 那在KEMA的手藝上面呢 你可以選這個影片選項 這邊你可以選擇不同的影片格式 像是直式的行動影片 橫式的YouTube影片的格式 在底下呢 你也可以找到影片的範板 你可以選擇這個長焊全部 那在這邊呢 你就可以找到更多影片的範本了 比如說你想做生活率的短片 你可以參照這個範本 這邊你可以看到 有更多類似的範本 你可以選擇 如果說你想去修改這個範本呢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自定詞範本 在這邊呢 你就可以去修改裡面的內容了 包括它的文字 它背後的影片 它的一些元素呢 都是可以修改的 那這邊也會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使用的是Cama最新的編輯器 如果說我們要從零開始去做一支影片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在上面去選擇我們想要去做的影片的格式 比如說今天呢 我們就要做YouTube影片 選擇它 這裡面呢 也會展示出橫式的影片格式 它使用的範本 這邊也是有很多的範本 你可以直接參照的 那這邊呢 我就從零開始選擇建立空白的影片 那現在呢 就進入到了Cama的全新的影片的編輯器這邊了 這上面呢 就是展示出你的畫面 你可以在這邊呢 去做出一些編輯 然後呢 你也可以去預覽一下 你編輯好的影片畫面 在底下呢 就是類似時間軸一樣的 它呢 會有不同的時間線 不同的圖層 你可以加入影片 加入其他的Bio 加入圖片 加入元素 都是可以的 那在這期影片裡面呢 我會具體展示給大家 怎麼去操作 那如果說你覺得 這個底下的操作空間太小的話呢 你可以把你的滑鼠 去放到這條線上面 你可以往上拉 你就可以看到底下的編輯空間呢 就變大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影片素材了 你可以直接選擇這個加號 你可以選擇上傳 或者說 使用Cama裡面的圖庫影片 Cama的圖庫照片 或者加入空白檔 也是可以的 那這邊呢 我們就選擇上傳 然後呢 就直接會開啟 這個上傳的選項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上傳檔案 就是可以去上傳 你已經拍攝好的影片檔案 然後呢 就會顯示在這個影片的檔案裡面 這裡面也會存儲 你之前已經上傳過的影片檔案 那這邊呢 我就使用我之前已經上傳過的影片檔案 當你把滑鼠去放到這上面的時候呢 它會預覽 這個素材裡面 是怎麼樣的畫面 那現在呢 我就加入影片檔案了 你可以拖動這個時間軸 你可以去預覽一下 或者說 你可以點擊這個中間的播放按鍵 這樣呢 也可以去預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進行剪切了 把一些我們不需要的部分呢 去把它剪除掉 那這邊呢 我教大家兩種方式去剪切你的素材 那這邊呢 我可以去移動這個時間軸 或者說 我在這邊去播放 去瀏覽我的畫面 我可以看到前面這些畫面呢 都是我在準備說話時候的畫面 所以我是不需要的 然後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我就真正的去開始說話了 所以呢 在這邊 我可以直接拖動它的頭部 然後往右拖 一直到這個時間點 那這邊呢 就是到我開始說話的時間點了 那尾部呢 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 到後面呢 我說完了 我就直接把這個相機關掉了 所以呢 我可以找到 我說完的那個時間點 在這個時間點呢 我就說完了 所以呢 我可以拖動它的結尾 往前拖 就拖到這個結尾 這樣呢 前面和後面 我不需要的部分呢 就靠這種拖拽的形式 我就已經把它去除掉了 那假如說 你要去除掉中間的部分呢 你還是一樣 可以把時間軸去移動到這邊 你可以看到 這邊呢 我是看向我的腳本的 所以呢 我要找到 我準備看向我腳本的 那個時間點 在這邊 然後呢 我可以選擇右肌 這邊呢 我可以選擇分割 它的快捷鍵呢 是S 你可以看到 這邊呢 就創建了一個分割點 剛才的一段素材呢 就切分成兩段了 然後呢 我要找下一個 我開始說話的點 在這邊 我找到了 然後我右肌 再選擇分割 那中間的這個 我看一下 素材的這個地方呢 我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可以選擇右肌 選擇刪除 或者你可以按住 這上面的刪除 也是可以的 這樣呢 就刪除掉了 剛才那個畫面了 那這邊 再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右下角呢 會有一個滑桿 然後左邊呢會有標誌 這個標誌顯示著是縮放页面 就代表呢 它能夠去幫助你去縮放這個畫面 比如說我往右移 你就可以看到 它能夠變大 往左移呢 就是變小 那當我在點擊的時候呢 它顯示的是縮放縮圖 那代表的是這個時間軸的畫面 如果說我想看更多 這個時間軸上面的一些 細節畫面的話呢 我就可以先選擇它 然後呢 往右移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時間軸它的畫面呢 就擴展了 那我就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呢 去剪除掉我中間不需要的部分 比如說我要在這邊 去創建一個切割點 我先把這個時間軸去移動到這個切割點 然後右移 在這邊呢 選擇分割 然後再挪動 選擇下一個我要做出分割的點 比如說是這個 再右移 再選擇分割 然後把剛才切出來的這個部分呢 就選擇刪除掉 你可以右移 然後呢 選擇刪除 那這樣呢 就可以把剛才那個部分去刪除掉 那這些素材呢 我們是能夠去調整順序的 比如說你想把它放到後面 那就把這個素材呢 去調整到最後面了 也可以呢 去調整到前面 這些呢都是可以的 那在我們去剪切完我們的主畫面之後呢 為了讓我們的畫面更加豐富 我們呢 就能夠去加入一個BRO畫面 那通常來說 BRO畫面呢 它能夠去起到一個解釋作用 或者說 能夠去讓觀眾更加理解 我現在正在說的東西 那假設說 我現在在介紹一款相機 那我希望呢 去加入相機的畫面 而不是 觀眾只是在聽我在鏡頭面前這樣說話 所以呢 我可以選擇去擅長一個 我拍攝好的相機的畫面 或者說我可以使用 CAMMA裡面的影片素材 然後呢 這邊我選擇搜索相機 那這邊呢 就有不同的相機的畫面素材了 比如說我可以選擇它 有個相機鏡頭特寫 那當你點擊的時候 你會看到呢 它就加入到我主畫面這邊了 它這樣子呢 就屬於一個單獨的畫面了 這不是我想要的一個效果 我想要的效果呢 是它疊加在了我主畫面上面 所以呢 我應該把它去挪動到這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呢 它就變成了在我這主畫面上面了 或者說 你可以直接從這素材上面拖拽 然後呢 把它就放到這個素材上面 那也是可以的 然後呢 可以調整它的時長 比如說 調整到這個時間點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素材 它背後呢 還能夠去出現到我的主畫面 假如說 我只想讓觀眾看到 我這個BRO素材的話呢 我就需要去把它變大 我可以直接拖動它 這個四個角的其中一點 把它放大 那現在就可以看到呢 我的畫面上面 就展示了這個相機的畫面了 你可以增加不同的BRO畫面 到你這個影片上面 你可以看到 這邊呢 我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影片畫面 然後呢 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你也可以對它進行編輯 在這邊 你可以加上不同的濾鏡 你可以看到這邊呢 我就可以給它快速的去調整畫面 去變成不同的濾鏡 然後在底下呢 你可以調節這個影片的速度 然後可以選擇是否要重複播放 是否要自動播放 那你想要去多層疊加也是可以的 現在呢 我可以選擇去把它去縮小 這是我的一個畫面 我想同時去展示多個畫面 在我同一個這個鏡頭裡面呢 也是可以的 比如說這裡 我再新增加一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我增加了新的一層 我可以調節它的大小 然後在這邊呢 我選擇去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呢 去放到右邊 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這畫面裡面 同時會展示出三個畫面 有兩個是我的BRO畫面 一個呢 是我的主畫面 你可以根據你的需要呢 去疊加更多層的畫面 都是可以的 假如說你要去添加元素 比如說 我添加一個貼圖元素 然後在這邊加入個箭頭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就加入個箭頭元素了 在這邊 我可以挪動它 你就可以看到 我在同一個鏡頭下面呢 我可以展示出 更多層的元素 這是第三層的元素了 我可以選擇再增加 你可以看到 現在呢 又更多層的元素 去疊加在我的畫面上面了 所以呢 這個就是能夠去讓你 非常好的去做出 更多的創意 在你的畫面上面 那這些元素呢 你可以直接去搜索 比如說你要去搜索 網球 那這邊呢 就有網球的一些元素 只要說你找不到 你想要去搜索的這個元素呢 你可以選擇用CAMON的AI 去產生相關的影像 也是可以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去添加文字了 在左邊呢 選擇文字選項 在底下呢 會有一些字型的搭配 是CAMON提前幫你預設好的 你只需要去選擇 你想要的樣式 然後呢 你進修改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 我可以選擇這個字型搭配 然後呢 我就可以去對它 進行相關的修改 就可以看到呢 我就修改了文字了 然後呢 可以把它變小 接著呢 去挪動 這樣呢 我就新增了文字了 那如果說 我不想要這些 我只想要去簡單的 去添加文字的話呢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 新增文字方塊 在這邊呢 你就可以輸入信息了 接著呢 在這邊你可以更改字型 然後呢 可以調整它的字型的大小 也可以呢 去讓它變粗 接著呢 你可以去修改它的文字顏色 比如說 去變成一個紅色的樣式 還有呢 你可以去加入一些效果 比如說 去給它 加入一個外框 這個外框呢 你可以把它去變成一個白色 你就可以看到 就能夠去做出一個這樣子的效果 然後呢 你也可以去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挪動到一個 你想要的位置 接著呢 我要告訴大家 如何去給畫面交入轉場 轉場呢 就是兩個畫面之間的 銜接的效果 如果說 我不加入轉場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呢 就是一個非常生硬的 直接切換 如果說 我想要在兩個畫面之間 去增加轉場的話呢 我可以把滑鼠去移動到 這兩個畫面之間 然後呢 選這個新增轉場 在左邊呢 就會出現不同的轉場效果 比如說 這是融解 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呢 這是滑動 這個是圓形插除 然後顏色插去 直線插去 比對並移動 流動 堆疊 然後呢 是疊加 那比如說 我想做出一個滑動的效果 然後呢 可以選擇時長 讓它變得更短一些 然後它的滑動呢 方向呢 是往右的 然後在底下呢 就可以看到呢 是有一個轉場的標誌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你 如果你是 就可以看到呢 是有個這樣的轉場了 那在開碼編輯影片的時候呢 有個非常好用的AI功能呢 就是叫背景移除工具 我可以選擇它 就可以看到呢 現在我這部影片 它的背景呢 就被去除掉了 我就可以去更換 我這影片的背景 我可以右肌 然後呢 分離影片背景 這樣呢 我就可以去調整它的大小了 比如說 然後我可以放到右下角 然後在這邊呢 我可以去添加其它的內容 比如說 我就能夠去展示我螢幕錄製的畫面 那接著呢 我們就能夠去新增音訊了 那CAMMA這邊呢 有一個新增音訊選項 它會直接讓你去導入到 CAMMA的音樂庫裡面 但是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說 你用CAMMA製作出來的影片 是要擅傳到YouTube上面的 你最好呢 不要去使用CAMMA裡面的音樂 因為很有可能會收到音樂的版權警告 我會更加建議大家去使用 另外一個專業的音樂平台 它叫Alist 這也是我一直在用的音樂平台 它裡面會有提供4萬多首的音樂 你也可以在上面找到音效 使用Alist平台裡面的音樂呢 你是能夠去有效地避免 你收到YouTube的音樂版權警告的 能夠去保證你的每部影片 都能夠去安全地獲得盈利 我會把Alist的註冊鏈接呢 去放到影片下方 還會額外的贈送給你兩個月的使用期 那這邊呢 我就導入了一段 從Alist上面去下載的音樂了 那如果說你要去調節音量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這個標誌 這邊呢 就能夠讓你去調整音量了 然後你可以選擇這個減落 那這邊有個淡路淡出的效果 淡路呢 就是讓你的音樂 慢慢地進入到正常的音量 比如說2.5秒的時候呢 我要我的音樂進入到正常的音量 還有一個就是淡出 就是讓你的音樂慢慢消失 如果說你的素材呢 想要去強化它的音質 比如說去除掉一些背景聲 去除掉一些錄製時候的風聲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這段素材 然後選擇音訊工具 這邊有個強化口吻 打開它 就能夠去提升音質了 但是這個呢 是需要你升級到 看到Pose 能夠使用的 那如果說你要去調節你的畫面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你的素材 然後點擊編輯 這邊有個調整選項 你可以直接選擇讓Canva的AI自動地去調整 那你就可以看到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效果 或者說呢 你去手動地調整 比如說去調節色溫 然後呢去調節一些亮度 調節一些亮部的部分 調節一些陰影 這些呢都是可以的 能夠讓你去快速地調整你畫面的顏色色調 但是現在Canva有一個缺陷呢 就是當你剪接好之後 你並不能說你調整了這段素材 它的顏色設置 你快速地去運用到其他的片段的素材 這個呢現在暫時在Canva裡面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如果說你只想單獨地去調整一段畫面它的顏色呢 你是可以按照我剛才說的方法 去快速地去調整它的畫面顏色的 那我們做完之後呢 就可以選擇右上角這個預覽 在這邊呢就可以去預覽的畫面了 在預覽完之後呢 就可以選擇右上角分享 然後呢點擊下載 這邊呢選擇MP4影片格式 如果說你本身的素材它的畫質呢是比較低的 你想去提高它的畫質呢 你可以去升級它的品質 但是這個功能呢 也是需要你升級到CanvaPose才能夠使用的 接著呢你就可以選擇下載了 你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鏈接去開始使用Canva 並且解鎖CanvaPose的30天免費需要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Canva教程 你可以點贈不放列表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的影片有幫助 像這部影片 點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 階風格 我們下期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